大家好 首先要代表高雄市政府 關於我們立法院基金委員會 南下考察 有關於未來在北方新光區成立 GLD人區的整體開報 我想在整個行政院對於推動 不管是臺灣帶半導體產業的 半導體限定製程中心 以及高階製造中心 以及推動整個政府 數位轉型的過程裡面 其中跟高雄比較有關的建設 除了說一個是僑保科學院區 目前也正如加進的進行 也要特別感謝行政院 還有經濟部的協助 預計在明年大概十月十一月 感謝我們的環保水和各單位 大家這樣一直GIGGIGGIG一直去 預計在明年十月可以進行選立建廠 我們市政府包括配合有勤路 一至二號道路、大寮路等等 整個交通周邊的建設 我們有全力的來跟中央政府密切合作 在未來包括在招商的過程裡面 市政府也會跟我們經濟部 跟我們科技部的同仁 大家共同來打造台南跟高雄的科技走廊 第二個就是高雄在幾個傳統的產業裡面 具有優勢競爭力的產業 包括我想各位都很清楚的 我們的TCB印刷電路板、唐太、B財 還有我們的螺絲等等 這一扣建、金屬扣建 這些都是傳統在國際市場 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競爭力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往高階製造的製程 跟整個產業的改革的方向前進 所以第一個5G智慧工廠大概在這月 就很快有可能就會立刻上線 成為台灣第一個5G智慧工廠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加速推動 不管是產業或者是政府的數位轉型 5G AIoT的續創燃區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除了說希望在我們亞灣地區 能夠達到一個方對端的試驗場域 從電線營運商到系統整合商 到整個平台商 以及相關的架速器、孵化器 能夠進駐到5G AIoT的新床園區裡面 讓各種機智慧應用服務 能夠先在這個試驗場域裡面 能夠先進行測試 那你一點